吴尼罗 咪咪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8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对你来看到 寒假即将接近尾声了 花莲县110学年度第二学期国民中小学校长会议 8号在宜川国小活动中新举行 100多位花莲县各级中小学与高中职校长出席 那么会中聚焦停课不停学的数位学习科技 净零碳排以及校园自杀防治等三大议题 寒假接近尾声即将开学 8日在宜昌国小活动中心 举行111学年度第二学期国民中小学校长会议 花莲全县北到南100多位高国中小学校长与会 除了颁发退休校长 推展家庭教育基优学校等 并针对后疫情时期聚焦停课不停学的数位学习经验 近年提倡的净零碳排 以及学生身心健康的校园自杀防治等三大议题 国家要强 教育要强 教育要强 校长要强 校长要强就是必须不断不断地努力学习 精进 所以花莲的教育维系在所有的校长的身上 再一次感谢所有的校长 感谢所有的老师 培育国家的栋梁 我们的肩长责任很重 但是我相信我们非常非常勇于承担 乐于承担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到九年级 甚至到十二年级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路径 以及他的茁壮 他的未来 孩子的眼睛发亮就是我们成功了 虽然大家实施了一段的线上教学 那现在也改为实体课程 但是在实体课程跟线上教学的一个混成课程的部分 我们如何更加的去落实跟精进线上教学这部分 我想是校长在整个的一个科技领导上 他必须实际非常地一个注意不理还有处理的一个政策 那在混成教学的一个推动上才能够更加的落实跟精进 也兼顾孩子的一个学习成效 那第二个重点呢是近零碳排的部分 我想这已经是大家一致共同的一个目标 所以呢这一次的校长会议呢 我们也放了这样的一个近零碳排的一个重点 所以就希望让校长呢 再从近零碳排的相关的一个法规 或者是学校端可以具体落实的一个策略跟推动的一个教学模式 能够再去聚焦凝聚共识 然后开学之后呢 能够在校园端呢去具体的一个落实 那第三个重点呢 就是学生的自杀防治的这个议题的一个推动 那我想呢 学生呢在校园呢 其实是一天里面占了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那如何呢学校呢不管是校长或是教职员工 如何从孩子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现 跟一个模式呢跟反应呢 可以去有警觉心跟敏感度 孩子是不是有异常 然后进而呢是不是能够评估去介入鼓道 这是非常重要的 停课不停学数位学习经验 在疫情趋缓后 期盼各校能持续运用数位科技于多元教学 会中也邀请心理师为校长真能 提升学校对自杀防治的敏感度与警觉心 关心学生心理健康 另外华联125所先立国中小学 有4所国中48所国小 全校学生数不足50人 教育处也鼓励各校设计特色课程 以小而精致来发展校务 介绍蒋邦彦前相报导 好了 词词词词词子